大家好啊 这个前几天那个河北石家庄市稿城区发生了疫情 然后呢 但是这个疫情防控指挥部啊 给大家伙给这些隔离点的工作人员吧 或者志愿者 这个叠家的休息啊 配发的这个棉被里边都是黑心棉 这个事我之前说过啊 这都发霉的呀 是吧 这非常可恶 后来说是河南的哥俩 在这边弄的这事 但是现在后续不知道 因为负面新闻太多了 是吧 这两天又是广东东莞和山东青岛成阳区 明明是很富裕的家庭啊 家里边又是银行的 又是当官的啊 又是这个教师的 愣说他们是困难户还去慰问 是吧 现在我们的朋友们都很生气啊 先听听那个黑心棉啊 大家是吧 进行了抨击鞭挞 揭露 其实人们把他注意力都集中在黑心上了 其实红心也未必是好的啊 既那个苏丹红本的鸡蛋啊 鸭蛋搞红了以后 其实这个已经升级了 啊 你像那个火龙果为什么那么红啊 吃了以后 那里头你吃什么颜色 拉什么颜色 不相信你现在去市场买一个信 都知道这里头的秘密 也都知道 都知道 他就 啊 苏丹红啊 前些年那个 鸭蛋吧 是什么东西 是吧 那个好像跟我们老家白洋店那边有关系 造假 咸鸭蛋 然后这个我们这大哥说了啊 火龙果那颜色 难道是拿针头打进去的色素吗 说你吃的火龙果什么色呢 你排泄出来还什么色 那看来就不是正常的颜色 不是自然产生的颜色啊 这水果里边这个猫腻也挺多的 我是批发过水果 但是我对这些是不知情啊 难道水果都不能吃了吗 不说肉类啊 或者其他瘦肉精啊 或者是化肥喂羊 这个东西是 说这些我他妈就嘴笨 别庆祝来说 直接入口的东西 像中金属的304的不锈钢的杯子锅 反正我说话呀 比较直接 比较物理化 这个基本上没有合格的 里头都含葛念 这个有多严重 百度一下也都知道 直接入口的 锅 锅也有问题啊 听听啊 直接入口的东西 像中金属的304的不锈钢的杯子锅 反正我说话呀 比较直接 比较物理化 这个基本上没有合格的 里头都含葛念 这个有多严重 百度一下也都知道啊 不锈钢的杯子和锅 中国产的啊 含重金属 不说肉类啊 或者其他瘦肉精啊 或者是 化肥 喂羊 这个东西是 说这些我他妈就嘴笨了嘛 敬祝来说 瘦肉精 想骂大街了 唐山过去是生产古瓷的一个大的集散地 对吧 所有的古瓷里头都含重金属都超标 我们这个碗盘都是用这个呀 还觉得挺高档 对吧 玻璃制品含千辆严重超标 这个不是我说的 实验室有数据的 对吧 怎么办 那谁知道怎么办 等事发生吧 古瓷 河北唐山的有问题啊 唐山过去是生产古瓷的一个 大的集散地对吧 所有的古瓷里头的含重金属都超标 我们这个碗盘都是用这个这个呀 还觉得挺高档 对吧 玻璃制品含千辆严重超标 这个不是我说的 实验室有数据的 对吧 怎么办 那谁知道怎么办 等事发生吧 玻璃制品含千辆严重超标 相比之下啊 就是入口以外的黑心棉 真的不算什么事情了 只是一个疫情 人们觉得好像又是国难呀 国耻呀 把它拔高到如此的高的地步 让人们义愤填膺 实际上我们生活的周围 现在我们坐在桌的旁边 你看哪个物件 吃的东西 哪一个都细思极恐 因为它都有标准 都有监管 都有行政的职务旅行 但是都没有 没有 所以说棉花不是事 不是事 有些事情是应该往事上说的 李文亮医生 李文亮医生今天的忌日 对吗 那我停顿了三秒钟 我想说一句话 已经没有真话的社会 你指望他能有什么 红心黑心之分 说这个事情有用吗 哎 你看这句话多启蒙啊 张老师 我今天看到还有人在思吧这个问题 就是李文亮是不是烈士 我说他是不是烈士 已经无关紧要了 反正事实就摆在这儿 这人也确实没了 他也确实坚持到最后一刻 他还只是一个掩科医生 就喊当年所谓文革结束 一帮人要求平反 本来就没反 谈什么平反可言呢 哎呀这快过年了 本来应该是高兴的日子 但是今天真是高兴不起来 其实良知这个东西 是一个常识的问题 它不属于专业 就是是个人 他应该有这个 起码的生物和社会属性 中间的那个地带 就叫良知 也不要就太高 也不要太低 哎你是个人 你应该有个基准的 一个认知的点 所以说现在成这种情况呢 你说什么核心棉 这没用 说这些我觉得有点 有点太 太太太不高级啊 新的乐名单太有起欢意义了吧 它本身就是一个 纳粹的一个党员 资本家 但是不是因为这个 后来的子生后代 的这个所谓的受难的后辈 没有纪念他 都在纪念他 因为这是人类共识 说人类是 挫火啊 令人挫火